2022年,一部由白敬廷、赵金麦领先主演 黄爵、刘亦军、刘涛、刘丹等特别出演的都市循环剧开端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该剧剧情扑朔迷离,全员演技精湛 全衣氛围浓厚,循环题材新颖 一开播,便人气拉满,掀起了一股全民追剧的热潮 随着开端的大爆 白敬廷和赵金麦这两位主演,也再次刷新了观众的认知 一开始很多观众还担心白敬廷、赵金麦 无法表现出角色不断循环的紧张感 没想到白敬廷和赵金麦不仅完美诠释了 萧后云和李诗琴这两个角色 还营造出了超强的CP感 尽管开端已经不知不觉播出一周年 但是该剧还是令观众久久无法忘怀 最近,有网友爆料白敬廷和赵金麦即将二搭 此消息一出,便让很多剧迷激动不已 网传今年两人即将合作汉将这部作品 该剧是一部先婚后爱的古装情感剧 改编自《水槐珠》的同名小说 汉将主要讲述的是 女主荣耀和男主主义因黄命难为 只能被迫成婚 却在朝夕相处中互生情愫的故事 网传该剧的男女主已定白敬廷和赵金麦 这次,白敬廷以男主的身份加盟汉将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再加上汉将中的男主人设又很讨喜 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至于该剧的女主赵金麦 她是一个各种角色都能完美驾驭的实力派小花 她既能演活假小子林妙妙 又能演活小精灵玲珑 这次,赵金麦以女主的身份加盟汉将 与白敬廷再次合作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 此外,汉将的女主人设也很有趣 完全可以超越玲珑一角 虽然赵金麦自出道以来 就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筷制人口的佳作 但是在古装剧领域 却没有什么代表性 虽然玲珑是赵金麦的第一部古装作品 但是由于该剧剧情太过老套 角色人设一般 便没有实现大火 但这次汉将的女主人设 非常新颖 该剧的女主 表面上是一个矫情又柔弱的地基 实际上却是一个果改又痴心的女人 相信以赵金麦的实力 肯定会为汉将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网传赵金麦拍完在暴雪时分后 将会进组汉将 大家期待吗